秀林乡崇德村上个星期做第二次全面筛检都呈现了阴性反应 疫情有趋缓现象 乡长王玫瑰表示 村民大部分都是以零工为主 有做才有钱 隔离之后几乎都是零收入 而日前收到各界爱心物资 而7号下午在崇德村的多工人集会所 还有崇德村的村办公室以及崇德老人馆 协助村民们渡过难关 崇德村在6月13号成为北区的疫情热区 经过全面筛检之后都呈现阴性反应 整个疫情有趋缓的现象 新闻下王玫瑰表示 由于多数村民以打零工为生 需要更多的生活物资来协助 还以感谢各界的爱心来捐赠 而是7号下午并且在崇德村上个地方来进行办办 今天特别安排三个地方 一个是多工人集会所 一个是我们的村办公处 还有我们的崇德老人馆三个地方 你分流 因为为了不群聚就用分流的方式 而且是各邻都有一个时间性 来到我们各个地方来领取 我们主要也是不想 不要因为物资的发放来做一些群聚 又会造成一些感染 在这里也谢谢我们各界的地方人士 给公所这么大的支持 还有更感谢我们东华大学 这次也是派了十几位的志工 还有部落社区也派了非常多的志工 来协助这次的整个发放作业 那我这次也要谢谢我们的亚尼 为了要促进地方的部落经济效益 那买了门客产品 也送我们崇德村的村民 那我们这一波 这一次是第一次的发放 我们预计就是下周的礼拜天 同一个时间 也是在这里 也在三个处 来发放第二次的 我们的爱心物资 而这次物资的目得 我们会想能感谢 黄仙福和县长协助 才能够及时目得 更多的资源给村民们 那这次的物资的一个争取 我想我还是要谢谢 我们华林县政府 我们的县长也是第一县 他就连接了非常多的一个 大企业单位还有社团 来帮我们协助我们签 签这个县 让我们有更多的物资 慈善机构还有各的慈善人士 他们都捐了许多的物资 希望能够协助崇德的村民 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也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 那希望这次疫情 能够尽快结束 让大家回复正常的生活 捐资的物资内容 包括米、米粉、面粉、泡面、罐头 酱油、盐巴、沙拉油、饼干等等 许文相当我们就表示 这个星期还会向 华林县政府和各节目的物资 下个星期天下午1点半 也就是7月4号 许文相公署还会再进行 第二波的爱心物资发放 记得请订阅学乡报道